各位好,我是董佳宁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中印边界问题 中印边界冲突不断,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 我尽量把重点讲清楚 中印边界的争议地区有三段 西段主要是阿克赛钦地区 争议地区约3万平方公里,接近两个北京 中国拥有实际控制权 阿克赛钦这个词有突厥与阴翼 阿克赛意味白石滩 钦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山口,另一个是中国 这是由新疆进入西藏的必经之地 清朝雍正时在此设立拓制局管辖 印度人为什么不接受呢? 这就要归结到英国了 1865年,英国派印度测量局官员威廉约翰逊潜入南疆 绘制了一条边界线,约翰逊线 将中印的边界线往北划到了昆仑山脉 将包括阿克赛钦在内近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划给英属印度 偷偷干的,没有知会清政府 印度不满的依据就是约翰逊线 但后来,在1898年,英国提出一种划界方案 马基叶·豆纳勒县 是将阿克赛钦划给清政府的 马基叶是英国驻喀什总领事 豆纳勒是英国驻大清的公使 清政府没有回应,英国视为默许 可见,对于克什米尔东北部边界 英国人有不同版本的想法 事实上,中国不仅对阿克赛钦有不容争议的主权 阿克赛钦西边的拉达克地区也是中国故土 应归还中国 英国未经清政府同意 就占领了原属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拉达克 清朝以来,中国从未承认过拉达克属于外国 中印边界中段共有4块争议地区 面积小一些,共约2000多平方公里 印度和中国各实际控制了一部分 东段是中印边界问题的痛点 争议地区中国称之为藏南 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 争议领土约9万平方公里 比重庆还大 1962年中印打了一仗 中方大获全胜 但是主动撤退20公里 印度又重新实际控制了该地区 中国自卫反击是军事政治杖或叫政治军事杖 我们表达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 不会掉入某些国家为中国设置的泥潭和陷阱中 这样华丽的全身而退 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更不要说在世界污脊这样恶劣的地势和气候条件下 中国还创造了后勤补给的奇迹 前面说的阿克赛金地区是新藏公路的必经之地 战略意义重要 一寸一克也不能让 但是藏南地区我们还是有收放自如的空间 等待时机的 藏南边界争议的历史杖还是要算到英国人头上 辛亥革命爆发 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 清朝官员与军队被驱逐 英国出兵藏南 直接占领了达旺等地区 英国的动作就是要把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 1913年10月为了解决西藏问题 英国策划了一次会谈 参与方是民国政府 英国政府与西藏地区政府 谈西藏问题 西藏地方代表是不用出席的 只有民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两方出席就够了 民国政府也是这样要求的 但是英国政府先是狡辩 后是威胁 中方只得被迫同意西藏代表出席 但只能是随同商议 会谈之前 英国提前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联系 让夏扎提出一个很过分的要求 民国政府肯定不会同意 然后英国再以调停的姿态从中撮合一个居中的条件 1913年10月三方会团在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召开 就是史上的西姆拉会议 西藏地区政府代表夏扎 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荒谬的离谱的要求 就是西藏独立 并且涉及的领土不单有西藏地区 还要包括青海全部 还没完 还要有新疆 甘肃 四川及云南的部分地区 民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 这时英国出面调停了 英方谈判代表亨利·麦克马虹说 这样也不独立了 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 但同时西藏分为外藏和内藏 外藏实行自治 中国不得派驻军队 这就是企图把西藏的一部分分裂出去 这个民国政府同样也不能接受 参与西姆拉会议的三方 前后一共接触过几次 时间跨度9个月 没有取得什么共识 谈判是无果而终的 可就是在此期间 1914年3月 英国人用心险恶 麦克马虹与西藏嘎夏政府在德里 抛开民国政府 秘密接触了一次 这次接触中 这两方确认了一条线 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虹线 这条麦克马虹线是什么呢 就是把中印边界的一段 向北挪了100多公里 从喜马拉雅山南路 移到了山脊上 这样 门鱼 落鱼 茶鱼 等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跨归到了印度 当时还是英属印度 这条线是根据一个英国间谍 叫弗雷德里克贝利的测绘而来的 贝利在1913年 伪装成旅行者 潜入西藏东南地区 以欺骗手段进行了半年多的秘密调查 测绘数据为麦克马虹线的炮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麦克马虹线的划定 西藏地区政府也是不同意的 可是麦克马虹说呀 你考虑考虑以后独立的事 这是需要我们点头和配合的 再说呢 将来咱们这条线还可以改吗 是不是 以后不满意 还可以再改点 就这样 麦克马虹连威胁带哄骗 让西藏地区政府同意了这个协议 可是这个协议 你们两方再怎么同意 都是无效的 这是绕开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 民国政府的协议 可是民国政府十分孱弱 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强国 袁世凯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压力 只能在内外藏范围问题上 与对方周旋 英国这时候觉得等不下去了 1914年4月 麦克马虹发出最后通牒 中国再不接受英方的所谓调停约稿 就宣布会议破裂 英国将直接与西藏定立条约 中方代表陈一范被吓住了 在没有上报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 就对条约的草案和复图进行了草签 这份条约里就包括了非法的麦克马虹线 草签的内容传回国内后 袁世凯政府当即电令陈一范 立即声明 第一 取消草签 第二 不承认麦克马虹与西藏代表秘密签订的一切条约和文读 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些文件的有效性和发性 这次签约的文件是三无产品 中国不承认 那么另外两方呢 西藏地方代表理论上只能在条约上付签 不能和中英代表平起平坐 麦克马虹当时允诺了西藏地方政府许多要求 后来不能兑现 西藏地方政府也表示 那之前同意麦克马虹线也就不算数 而英国那边呢 英国政府从未授权麦克马虹 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和签订英藏双边条约 还一再指示麦克马虹 如果中国拒绝 就不要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 1914年7月 印度总督哈定明确指出 印度东北边境问题不是希姆拉会议职责的一部分 麦克马虹就这方面提出的观点和建议 未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 另外同地方政府单独缔约 搁占一国领土 这也是违背国际条约的 麦克马虹线从1914年在非法条约上签字之后 在事实上也没有生效 英属印度当局的官方地图也没有修改 行政管理也没有越过传统分界线 这件事好像就这么过去了 没人再提了 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 可是20多年之后 1935年的一个偶然事件 让麦克马虹线从阴谋走向了现实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1935年 英属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副秘书奥拉夫卡罗 偶然发现了有关麦克马虹线的文件 他如获之宝 原来印度还有这么一块领土 于是开始拿这个大作文章 11月5日 英属印度政府第一次提出了麦克马虹线有效的观点 卡罗提出 这事要做实啊 得需要点办法 几年前啊 就是1929年 我们出版过一套书 其实是一套条约合集 叫爱奇逊条约集 这个集子里收纳了英属印度签署的很多合约 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出版物 但是这个集子里面啊 没有收录有关希姆拉条约和麦克马虹线 的内容 我们呀 可以在其中一卷里面 加上这部分内容 无耻的奥拉夫卡罗提出了篡改历史 地图开疆 同样无耻的英国政府 看到了卡罗的来信 说哎 这个人头脑蛮灵活的 可以改 可以改 我觉得这事能行 1936年7月 英国印度事务部批准了这个建议 但是要求 在公布条约时 力求避免不必要的宣传 不要引起报刊和新闻机构 对此出版物的注意 悄悄的改书 声张的不要 1938年8月 英印政府偷偷出版了爱奇逊条约集 第14卷的尾版本 加入了希姆拉条约和麦克马虹线的内容 这一卷 其实在之前的1929年已经出版过了 出版过了也好办 英印政府进行了全面的收回和销毁 原版本里面 不仅没有希姆拉会议的任何文件 还特意在有关西藏的记事中写明 希姆拉会议的三编条约 1914年草迁 但是中国政府不准其全权代表进行正式签字 在新出版的尾版本里面 这一段也被修改了 首先发现英印政府在条约集里作假的 就是中国学者李铁征 1950年代初 他当时在美国做学术研究 要撰写一本有关西藏的著作 查阅资料的时候 发现了英印政府当年的作假 后来多名中外学者的研究 都印证了李铁征的发现 李铁征1906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曾做过国民政府的外交官 新中国成立后到美国学习 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 1964年回到祖国 任外交学院教授 后来任全国政协常委 1990年逝世 印度独立后 从尼赫鲁政府开始 却从几个侧面切入 认为从历史 地理 习惯和传统角度 麦克马虹县是习惯县 传统县 这有没有道理呢 在东西马拉雅山的南路 自西向东的门鱼 落鱼和茶鱼三部分 一直处于藏族文化的统治 和影响之下 在藏鱼中 这三个地方意思分别是 低热多数的河谷地带 南方地带和杂人居住的地方 当地人无论起源 语言 外貌 还是文化习惯 都不像印度人 他们和藏族一样 是蒙古利亚人种 语言 是汉藏语系的藏绵语族 多用藏文 藏力 宗教上是藏传佛教 印度政府又说 麦克马虹县 是根据自然地理特征 先天决定的 遵循以喜马拉雅山脉 封顶的分水岭为界 因为是分水岭原则 所以天然有效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首先 国家之间的边界 当然应该是历史自然形成的 不可能是仅凭地理构成 退一步说 就算按照分水岭原则 麦克马虹县是否符合呢 什么是分水岭 就是相邻两条流域之间的山岭 喜马拉雅山根本不具备分水岭的特点 印度和雅鲁藏布江 布拉玛普特拉河的分水岭 是钢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 印度政府为了自圆其说 只能重新定义分水岭 说分水岭是分隔流入两国河流的 主要流量的山脊 他们重新发明了地理学 这根本是违反科学的 当一条河流的流域为两国共有时 各自流量怎么计算得出来 其实同一条河流有许多支流 支流之间也可以有许多分水岭 麦克马虹县只能说是任意走的 并没有唯一确定的必然性 印度政府只好继续圆谎 说麦克马虹县是沿着山脊走的 问题是喜马拉雅山有许多山脊组成 并没有一条山脊是独一无二连续不断的 相反 喜马拉雅山南路的地理特征 比麦克马虹县更鲜明 平原中隆起的山如同城墙 清晰可变 中印边界的争议地区历史原因复杂 但归根到底 主要是英国扮演的角色造成了这一局面 不过印度要在边界地区惹事 也不会止步于这些历史争议 比如即便是非法的麦克马虹县 印度决队也曾多次约过 要知道中印之间还有唯一一段 已经正式划定的边界 也就是习近段 2017年6月印军以不丹政府求助为名 进入中印间本无争议的洞朗地区 并和中国边防部队对峙71天 最近先是在习近北部地区的纳库拉 后在拉达克地区的加勒万河谷 印度又一再越过失控线 侵权挑衅造成双方冲突 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国和俄罗斯越南等国的陆地边界纠纷都陆细解决了 唯独与印度的领土纠纷一直没有进展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当然与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 从国父尼赫鲁开始 印度人就说 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 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要么就销声匿迹 但除了要关注印度现代化过程中 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 我觉得历史也提醒我们 中印边界问题正因为涉及中国西藏问题而复杂 这是其特殊的地方 西藏问题又历来是西方国家经常打的一张牌 今天的节目我们谈到了阿克塞金地区 谈到了藏南地区 麦克马洪县的历史 还有中国学者李铁征 希望能让大家有一个了解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用 有启发 或者想与朋友讨论 希望大家能够转发这条视频 或者给一个三连 或者仅仅是给一个赞 举手之劳就能够激励我们更卖力的做下去 这期还是想要30万个赞 今天是6月18日 是一个购物的日子 我也给大家抽一份大奖 就是大秦帝国套装一套 中信出版社出的版本 而且是作者孙浩辉的签名版 格外的珍贵 专门送给我们观察者网的观察员的 大秦帝国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是孙浩辉老师的一部剧著 连续剧也已经拍了三部 中信出版社的这一套 一共是17本 我看到在购书网站上 也有很大的优惠 5折也要299元 从这个视频 在B站上线的48小时之内 使用我的邀请码666 购买观察员的朋友 我会从中抽取出一位 送出这份大礼 观察员是我们的会员频道 不仅有小编制作新闻幕后的故事 还有更多新闻的背景分析 网页端访问memba.观察.cn 手机上各个应用市场搜索观察者三个字 下载注册后就可以购买 观察员每年收费是198元 使用我的专属邀请码666 可以例减10元 这样每天相当于不到六毛钱 也暗合了我的邀请码666 今后我还会把我的一些小短评 日常的小知识 小刺稿 读书心得 放在我的个人账号上 微博 B站 抖音 今日头条 都是甘地董佳宁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 我们可以在那里进行日常的互动和讨论 好了 请大家帮忙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